说起来,我还得谢谢嫂子,若不是她硬要把兰儿许给张大户做妾,兰儿也不会找上我。 李明云一边给大舅子针灸,一边感慨道,临风不住地闷声发笑,直指明云。 看来你这小子早就对兰儿有心了。 李明云笑着,不置可否,心中却在想,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兰儿动心的呢? 说不出一个确切的点,某件事就这样潜移默化的,自己的心就被她一点一点地占据了。 等醒悟过来时,已经被她占得满满的,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在说什么呢? 林楠笑微微地走了进来,李明云忙道。 没,没什么,憨儿呢? 在吃面呢,憨儿很乖,一哄她就不哭了。 林楠笑道,临风松了口气。 还是妹子有办法。 那是,你们这些大男人哪里会哄孩子? 哥,我说,憨儿就先放在我这儿。 上次看的那间宅子,你若满意的话,咱就买下来,再请上几个丫鬟婆子,好生安顿下来。 以前是你自己一个人,随意些不打紧。 现在憨儿来了,总得有个像样的家不是? 林楠不动声色地把酒壶放远了去。 这两个人,就一会儿功夫,三壶酒都空了。 竟不知明云去了一趟边关,酒量渐涨啊,以前是三杯酒倒。 妹子,你说怎样就怎样,哥都听你的。 林楠好脾气道,林楠小声地对明云抱怨。 你怎么让哥喝这么多酒,醉了山深的? 民运无辜地贪手,这点又不算多,军营里的弟兄,谁没个一两斤的酒量啊? 再说了,大舅子要喝酒,他这个做妹夫的能拦着吗? 妹子,没事,这点酒我还不过瘾呢。 林峰黑黑笑道,林楠不客气地弯了哥一眼。 哥,你少喝点,晚上你还得回军营呢。 林峰这才想起来,一拍脑门。 你瞧我这记性,我得赶紧回去了,明天还有要事呢。 林峰站起来,脚下有些虚伏,身子晃了晃。 林明云忙扶住他。 大哥,我让老吴套辆马车,送你回去吧。 林峰摆摆手。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那个,妹子呀,哈尔就先拜托给你了, 等我忙完了这阵子,再来接他。 林峰担心地看着大哥。 哥,哈尔在我这儿你只管放心, 不过,你这会儿真的不能骑马了。 明云,你去安排马车。 不好了,不好了,二少奶奶, 有个疯女人闯进来了, 说是要二少奶奶把人交出来。 明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禀报。 疯女人? 除了姚金花还能有谁。 林峰心头一脸,酒也醒了, 冷着脸沉声道。 我去打发了她。 林楠和李明云相去一眼, 也跟了出去。 金花,你别急。 一下马车, 姚金花就不管不顾地往里闯, 冯氏看得心惊肉跳, 在后面追着喊着。 姚金花说要来李府要人, 冯氏的意思是不用这么急, 让林峰跟儿子处一处, 培养一下父子感情也好, 再找个适当的时机, 把人带回来。 可姚金花根本就不听, 吵着要儿子, 她想想不放心, 这才跟了过来。 姚金花这会儿的确是要发疯了, 一来是紧张儿子, 汉尔出生后就没离开过她半步, 忽然被人抱走, 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 浑身不自在。 二来, 她也知道公爹在意的不是她, 而是汉尔, 汉尔才是能留住林峰的关键, 所以她十分迫切地要把汉尔带回去。 林峰, 你给我出来, 你把汉尔还给我。 姚金花推开前来拦她的两个婆子, 高声嚷嚷着, 静止往里闯。 林峰老远就听到姚金花的大嗓门, 火气伴着酒气, 齐齐涌上心头, 这可是妹子家, 她可以不要脸面, 可妹子和妹夫还要脸呢, 这算什么事? 林峰加快了脚步。 你仰什么, 仰什么, 你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你能胡乱闯的吗? 林峰出现在姚金花面前, 大声喝荡。 姚金花今天已经被林峰吼了好几回来, 以前都只有她吼林峰的份, 林峰在她面前,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如今不过是当了个校尾, 就了不起了, 开始对她大呼小叫了。 姚金花备奋至极, 冲上去一把抓住林峰的衣巾, 质问道, 你把孩子藏哪儿去了, 快把孩子还给我。 林峰想要掰开姚金花的手, 可她拽得死紧, 怎么掰都掰不开。 林峰怒道, 你弄够了没有? 姚金花生死历劫地喊道, 没够, 你不把汉儿还给我, 我就跟你没完, 那是我生的孩子, 我带大的孩子, 你凭什么暴走, 你还我汉儿, 还我汉儿。 冯氏追上来, 瞧着眼前的情形, 顿觉头大, 这个姚金花, 怎么一点策略也没有, 就知道耍横耍狠, 要是这样有用的话, 林峰能把孩子带走吗? 对付林峰这样的男人, 不是靠大嗓门, 不是靠威胁, 而是服软, 用眼泪, 用哭诉哀求。 唉, 冯氏后悔自己再来时, 没好好教教姚金花, 她也没想到, 姚金花会这样。 金花, 你好好跟她说, 别急呀。 冯氏只能一旁苦劝, 林南和李明云随后赶到, 林南见姚金花跟个泼妇似的, 顿时火起就要冲上去, 李明云忙拉住她, 冲她摇摇头, 且看大哥怎么处理。 林峰被姚金花这么扯着, 李府的下人们都惊愕地看着, 林峰觉得, 她的脸都丢尽了, 羞愤成怒, 一个闪身, 用力一甩, 把姚金花甩了出去。 姚金花跌在地上, 屁股摔得生疼, 她惊悚地看着怒不可知的林峰, 这个男人真的变了, 不再是她记忆中的男人了, 强烈的失落感, 让她有一瞬的茫然。 冯氏盲去扶金花, 金花, 有话好好说, 不要急呀。 又小声地教她,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你让她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台, 她能不跟你急吗? 姚金花终于意识到, 属于她的威风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男人再不是任她揉捏的软面团了。 她伤心地哭了起来, 委屈道, 我也不想这样, 可她二话不说就把孩子抱走, 我能不急吗? 寒儿就是我的命呀。 她哭着又冲林峰道, 如今你有出息了, 就开始嫌弃我了, 话没说两句就冲我发火, 我满心欢喜地来寻你, 你就这么对我, 咱们是夫妻, 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你跟我好好说, 我能不听你的吗? 你就是故意这样, 故意借着这个油头, 好凶了我。 林峰还真是吃软不吃硬, 姚金花撒泼打滚的, 她倒好解决, 这一哭一服软, 她就不知道该咋办了。 火气错了下去, 林峰闷声道, 你胡说什么, 我一再问你跟不跟我走, 是你自己非得留下, 这会儿倒埋怨起我来。 我哪知道会这样, 那不是你十三多年的爹吗, 有爹为什么不认, 你自己做事没道理, 还来说我。 姚金花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 喂, 你不了解情况,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林岚最恨人家说不认爹 就没道理的话, 如果姚金花不是哥的老婆, 不是汉尔的娘, 她早让人赶了出去, 眼不见心不烦。 逢是看林岚面色不语, 不好意思道。 林岚, 你别生气, 你嫂子她也是因为想孩子急了。 哼, 急了, 怕是姚金花急着当将军府的大少奶奶。 姚金花一见林岚跳出来, 心里憋着的一股邪火, 陡然找到了发泄出口。 她三两步冲到林岚面前, 指着林岚质问。 是不是你从中挑拨离间, 我知道你早就看我不顺眼, 一定是你挑唆你哥, 好让你哥羞了我, 你哥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林岚一把拍掉她的手, 毫不客气地说。 实话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汉儿的面上, 我还真想这么做, 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 长得抱歉也就算了, 还好吃懒做, 势力又贪财, 一天到晚的, 就知道双手插腰, 耀武扬威, 对我哥胡来和去的, 什么叫富士刚, 富士天, 你娘没教过你三从四得吗? 你气死我娘, 又想把我卖了,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你还敢来质问我, 算不信我打你出去? 妖精花眼中闪过一抹巨异, 随即又把胸挺起来, 嚣张道, 你打我试试, 你打呀, 打呀, 我对你哥胡来和去咋样了, 你哥还就喜欢我这样对他, 他乐意, 你气也白搭, 别以为你嫁了个 有钱有地位的男人就了不起了, 目无尊长, 辱骂嫂子, 你娘又是怎么教你的? 妖精花, 你不要太过分了, 林峰怒吼一声, 这个女人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 妖精花激动得嚷嚷道, 是你妹子过分, 哪有小姑子这样对大嫂说话的, 你这个做哥的也不管管, 就知道冲我发脾气, 我妖精花是没有相貌也没本事, 可我好歹给你生儿育女,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们一个个的就这样对我, 我, 我不活了, 妖精花左右看了看, 两边都是墙, 不好撞, 就一头往林峰胸口撞去,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哎呀, 林岚,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快劝劝吧, 冯氏着急地说, 林岚冷哼一声, 淡淡倒, 哼, 林夫人, 我们家的事儿, 你不清楚, 这种场面早就见怪不怪了, 你若是怕出事, 那就赶紧把人带走, 反正他很稀罕做你的媳妇, 冯氏被呛得一时无语, 看来, 这兄妹俩对妖精花都不怎么待见, 其实他也不喜欢姚精花这种, 一哭二闹三撞强的泼妇行为, 让他想起大姑一架子, 哎, 林峰和林岚自小在香烟里长大, 没沾染这种习气, 为师难得, 你拉着我做什么, 你既然这么嫌弃我, 把哈尔还给我, 我带哈尔走, 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 你就当我们娘俩死了, 姚精花扯着林峰, 眼泪鼻涕全擦在他身上,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林峰一咬牙, 死死地抓住姚精花的手臂, 往外拽, 要闹出去闹, 今天老子豁出去了, 陪你闹个够, 林明云忙上前去, 大哥, 别这样, 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明云, 你别管, 让大哥自己处理, 林岚自指道, 大哥难得发一回威, 这种老婆早就该修理了, 姚精花就是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的货色, 你们林家就没一个好东西, 没一个好东西, 姚精花挣扎着不肯出去, 林峰索性捂住她的嘴, 没想到, 姚精花嗷嗷一口咬下来, 手指上立刻几个深深的血洞, 冯氏本想追出去, 转念一想, 她追出去也没用, 她的身份本来就尴尬, 还是不要插手得好, 林岚, 真不好意思, 我想劝她别来的, 没劝住, 冯氏善然道, 林岚话语淡淡, 透着疏离, 林夫人麻烦你回去转告大将军, 不要试图改变什么, 彼此当彼此不存在好了, 请她别再耍什么花样, 否则我会更恨她, 冯氏神情一致, 黯然道, 那, 我们还是朋友吗? 林岚嘴角弯起些微糊涂, 说遗憾, 更不如说是自嘲, 以前是, 现在, 你觉得还可能吗? 冯氏心口堵的话, 自从认识林岚, 她就是真心以待, 觉得林岚是个可以交心的朋友, 而如今, 他们之间却是连陌生人都不如了, 看冯氏失望缭络的神情, 林岚心里也不好受, 她在经中, 称得上交心的朋友, 也唯有冯氏和乔云熙, 乔云熙对她好, 多半是因为她曾经救过她的孩子, 有这份恩情在, 而冯氏一直是无所图地帮她, 她曾想过, 要跟冯氏做一辈子的朋友, 现在, 因为老东西的出现, 把这一切都破坏掉了, 我也知道, 我们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 但我心里, 还是把你当朋友, 我先告辞了, 冯氏嘀嘀嘀地说着, 慢慢转身离去, 林岚忍着不去看她离去的背影, 忍着心里的酸楚, 她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不是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她知道这事不能怪冯氏, 要怪只怪那个老东西, 可是, 她和冯氏, 注定是走不到一块去了, 林岚忍无声叹息, 搂了搂林岚的腰, 劝道, 这里风打, 你先回去休息, 我去看看大哥, 可别真闹出什么事来, 引柳, 扶二少奶奶回房, 林岚忍扭头吩咐道, 引柳哀了一声, 过来扶二少奶奶, 林岚不放心又叮嘱了一句, 你别帮着姚金花说话, 她那人, 给点颜色就开展房, 这次不把她的气烟压下去, 她就能闹个没完, 李明云笑笑, 明白了, 夫人, 林峰扯着姚金花出了礼服, 边警告道, 你若还想跟我好好过日子, 就给我安分点, 再闹, 再闹可别怪我把你扔在大街上, 姚金花不甘地狠吹了她一下, 混蛋, 你弄疼我了, 快放手, 林峰皱着眉头, 那你还闹不, 姚金花忧怨无比地说, 你跟我好好说, 我能闹吗, 林峰这才松了手, 你把我拉出来, 汉儿怎么办, 姚金花不敢再闹了, 扯了扯周爸爸的衣裳, 横了林峰一眼, 问道, 汉儿有妹子照顾, 不用担心, 林峰跟门房打招呼, 把我的马牵出来, 门房赶紧应声, 去牵马, 姚金花一听又急了, 你妹子她自己还没做娘呢, 怎么会带孩子, 不行, 汉儿不能交给她, 汉儿生下了还没有离开过我呢, 每天晚上都得我哄着她才肯睡, 林峰冷眼瞅着她, 把孩子交给你, 你好不好去将军府讨好那个老东西, 呸呸呸,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爹的, 没大没小, 姚金花骂道, 林峰浓没道理, 我说了, 他不是我爹, 我没这样的爹, 你也最好断了任爹的心思, 要不然,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门房马还没有牵出来, 冯氏出来了, 姚金花立即变了副嘴脸, 讨好的说, 夫人, 您, 先回吧, 我劝劝她, 劝劝她, 林峰负气地扭过头去, 姚金花还一个劲地扯她的袖子, 嘀嘀地说, 你这样太没礼貌了, 冯氏微微苦笑, 也好, 你们好好谈谈, 夫妻间没有什么是不能商量的, 是, 是, 好商量, 我们好好商量, 姚金花笑得十分羡媚, 还故作亲密地捅了下林峰, 林峰差点气得内伤, 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 真是无药可救了, 冯氏一走, 林峰就吼开了,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干嘛对人家这副样子, 她是你亲娘还是你君主, 哎, 你还真说对了, 她可不就是咱们的君主吗, 林峰, 我说你是不是当兵当傻了, 有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爹你不认, 非要整得跟生死仇敌似的, 你也不想想, 有了这个爹, 你的前程一片光明, 还有咱们的憨儿, 以后就是大将军的孙子, 降门之后, 那得多威风,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 也得为憨儿的将来想想不是, 我这不都为了你和孩子吗, 姚金花苦口婆心地劝, 谁稀罕靠他, 我林峰自己有手有脚, 自己能养活自己, 自己的前程自己正, 没他这个爹, 我林峰招要能混出个人样来, 林峰气道, 姚金花很不屑地弯了他一眼, 哟哟哟, 瞧你那能乃的, 得了吧, 你这芝麻绿豆的小官, 得拼多少年, 才能混到你爹的地位, 还不一定混得上呢, 小官怎么了, 你瞧不上我, 我又没拦着你, 林峰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姚金花脸色一沉, 大声道, 林峰, 你有完没完, 从咱俩见面, 你三句不离赶我走, 你说, 你是不是有了相好了, 故意借这个油头, 好把我给修了, 门房牵了马出来, 看大舅爷被这个女人指着鼻子骂, 心里不禁有些犯处, 小心翼翼地说, 大舅爷, 您的马, 林峰接过江省, 牵了马就走人, 姚金花连忙追了上去, 哎, 我问你话呢,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事啊, 我看了你吗, 什么事啊, 咱俩沥顺富翼地说, 我身边有象征准的你吗, 我身边议想的事,